哎呀 拍到 拍到啊 这个三文鱼跳得过 还有跳不过又被冲走的那一些片段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看了四年 四年都没有让我就是志望过 很美啊 yes 终于到了 看到人家溜狗那两个朋友吗 他们站在那个黑色衣服的 就是那个巴士站下车 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一个 Humper River这一个公园了 然后就是这样经下走进去 就可以看三文鱼回流 嗨 今天带大家来看这一个会跳的鱼 三文鱼回流 三文鱼回流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OK 首先你看就是这里 你看它就是 今天的水流会比较平 所以呢 今天呢 就只有那一边 一个青色的那个地方才可以 比较看得到那个三文鱼 去那边跳 去年的时候呢 这一次这里都是很好跳的地方来的 但是可能今天我们来的时间是下雨过后的第二天 所以这个水流很急啊 跳的那个三文鱼呢会比较更加吃力 这个已经是我在加拿大第四年观赏这一个三文鱼 所以呢 真的是很有感触啊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体验啊 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欧妙看是看不到的 因为下雨看不到 然后第二年呢就是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叫做 Highland Creek 那边呢只是看到那个鱼在游 那就没有的看跳 那第三年呢 就是来这个Humber River 也就是今天的所在地 所以今天就是第四次 这个Humber River是最好看的一个环境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公园 然后呢你累了的时候又可以坐在这一个椅子这里 所以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对面两边都可以看到 所以这一个Humber River 最主要的就是它是大公交车 可以过到来的 就好像我是从这个释迦堡过来 我就是搭着一个车去到Kennedy Station 然后一直坐那个坐到去那个Gene 转55号然后就可以来到这个公园了 就花费一个三块两毛的这一个车费 就可以来看观赏这一个三文鱼回流 哇又飞飞 但是这个飞不上 哎飞 哦冲下来真的是 哦又一次被打败了 这就像人生这样 就好像现在我们坐着一个 哇飞飞飞 我们坐着这个Youtube 也是一样 我们就是哎呦看到就是有人subscribe了 我们很高兴但是等下我们再做个几个影片 又没有人看我们又被打败了 这个心情又沉下去了 但是就是停着停着的做做做做做 做到哎有一个金钟城的那个片段 竟然有两千多个人看 哇整个人那个劲又来了 所以我们又继续做 虽然这个是已经是第四年了 我们还是来拍三文鱼 因为每一年拍的东西都不一样 今年又进步了 今年又比往年进步 今年更加比往往年都进步 所以我们的这个人生都是一直在进步着 来来来来来 啊 飞冲了 哇 它黏着那个墙壁耶 哇 这个飞耶 没有到 这个飞了 它飞得很美 但是就是它被下去了 这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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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帅哦 哎呦,非常可以,这个有过 有过,有过,有过,哇,上上上 哎呀,掉了 不知道,我看到一来看,哎呦呦呦 掉了,掉了 蝦子娘,哇,多漂亮哦 哦,是啊 蝦子娘来了 所以看,观看三文鱼回流 真的是,不要一点耐性 跟时间,还有真的是 很喜欢看啊,你看这个 哇,撞墙壁啊,撞到它 焦头烂火啊 哈哈,真的很傲了 有哦 所以三文鱼啊,他们就是啊,撞来撞去啊 然后啊,游来游去 在那边啊,已经是 回到去盘晚的时候啊 他们已经是,偏已淋伤了 然后呢,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残暖呢 就是游到那边,可以残暖的 真的是剩下很少很少条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真的是 我们又给,哇,飞了飞了飞了 他们又给小鸟吃啊,给鱼吃啊 对,又给人捕捉 所以就是,一万条回到去 哇,这里很大条 嗯,那那个,回到去 回到去,什么啊 就是,有一万条的话呢 就是,然后再回到去的话 那个盐厂地去残暖的话 就应该剩下可能四百条而已 就是,几率就是这么小 但是,他们都是,呃,为了延续下一代 所以,他们还是分不分身的 就是,跑回去,呃,生孩子 呃,产卵生孩子 不是吗,是,出事的地方呢 好像是,好像是 它有鲜的,好像是这样的 是呀 所以,这很厉害 不是,什么很高兴 非常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 好,好,好 抓到我手都累了 哈哈 不开了,拜拜 拜拜 含暖鸟的小三文鱼 这些就是,那种 三文鱼生出来的宝贝 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你看 对就是那种三文鱼生出来的 baby 爱的 我这个我不是很确 但是这个呢 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 至于这个是不是 三文鱼产卵 之后的这个 鱼还是小蝌蚪 这个我真的是 不确定 有人知道的话就 是啦肯定是了 他那边 他那边跳了上来 那边跳上来 那边我们刚刚在后面很后面那边 他跳上来 然后他就在这里生 生了那些蛋 就浮出来了 那些鱼又在这里了 那些鱼又在这里了 这样如果是有一些鱼啊 鸟啊过来脚了他们 这样就没有了哦 你看这里真的是几万条 你看 那边也有 全部都是整个 哪有几万条这样厉害 整个都是那种 都是有那种鱼帽仔一看就看到哦 yes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已经是拍了很多这个三文鱼跳的过 还有跳不过又被冲走的那些片段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我看了四年四年都没有让我就是失望过 因为每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是很没有能量的 但是一来到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三文鱼跳跳跳 一直keep going keep going的去try跳跳跳 结果是成功的 那就是我每次看完我都是充满能量的 所以就是说以后任何什么问题都好 只要记得就是三文鱼 我们是人 我们一定会比三文鱼更加厉害 所有所有的那些难关我们都可以跳过去 跨过去 然后就是很好的 喜欢我影片的请like and subscribe 还有打开小铃铛 随时就可以定时定后看到我的节目